在追求全球化的达沃斯论坛上 川普总统强调了他的美国第一的理念 但已经正式表示退出跨台北洋伙伴关系协定的他 现在松口说可能要重新加入 有关情情我们现在就邀请美国之间记者黄耀义 在白宫为我们介绍详细情况要义 是的 乔战我们知道呢 川普总统在这个1月26号星期五的当地时间下午2点的时候 在达沃斯论坛上发表了演说 在演说当中呢 他特别强调了他这个美国优先的理念 我们来看一下他今天怎么说 美国优先并非表示美国独行 当美国成长 世界也跟着成长 美国的繁荣为世界创造了数不尽的工作 并且美国的卓越 创意以及创新领导了重要的发现 并且帮助各地的人们过更繁荣与健康的生活 而在这个发表演说的前一天呢 也就是1月25号星期四 川普总统在达沃斯接受了美国的财经媒体CNBC的访问的时候 提到了说有可能重新再回到TPP 他的说法是说呢 如果能够谈成实际上更好的协议 他愿意考虑重新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议 那么在这个达沃斯论坛上演说的时候 还有再度的提到了TPP 我们看一下他那天的说法 正如我所说的 美国已经准备好跟所有国家协商互惠的双边贸易协定 这包括了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当中的国家 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与当中一些国家已经有了协议 我们会考虑与其他国家协商或是一对一或是团体协商 如果这对大家都有利的话 不过呢川普总统这样的说法 可能会让一些他的这个死忠和支持者感到这个不高兴 因为这与当时他的竞选承诺不大一样 甚至呢是跟他的当年的竞选对手 西亚里克林顿非常的接近 当年克林顿也曾经说过 如果能够谈到更好的协议 他会加入TPP 那我们知道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 2012年的时候 他说过TPP可以创造一个黄金标准 不过呢在2015年10月的时候 克林顿却说TPP达成了一个现行架构呢 并不符合他的标准 当时克林顿的说法是说呢 上星期TPP终于完成协商 但是这并没有达到我的标准 我的标准是为美国创造更多新的好的工作 并且提高美国人的薪水 那这听起来跟川普总统现在说法其实很类似 那我们知道呢在去年的2017年1月23号 川普总统上的第四天就已经签署 命令正式的退出了TPP 那么之后呢TPP其他的国家 还是继续的进行各方面的协商跟谈判 那在去年的11月11号呢 冻结了20个条文之后 改组叫做CPTPP 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 并且呢将决定在今年的3月再致力来签订这个协定 所以如果川普总统想要重新加入的话呢 还要加入是一个新的协定叫做CPTPP 并且呢必须要透过当时现在的这个会员国的认可 那我们也知道去年10月 其实副总统彭斯在跟日本进行贸易谈判的时候 他就曾经说过了 他说TPP对美国来说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并且说退出TPP就是我们的未来政策方向 那么所以说呢 今天这个TPP其实奥巴马总统当时所完成的一个 一个跨国的一个贸易协定 川普总统是否会愿意来遵守 或者是继续继承奥巴马总统留下来的这个协定 还有待观察 那么我们也知道川普总统 他在这个达沃斯论坛上发表他的演说之后 也回答了达沃斯论坛创始人施瓦布的问题 当时呢他就告诉施瓦布说 他说我的政府团队是非常轻商的团队 那么也呼吁呢 这个欧洲的企业要到美国来投资 在这方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美国之音记者 克斯特所带来的相关报道 川普总统在世界经济论坛发表演说 他对商界和政界领袖们说 由于他的政策 美国的经济在多年停滞之后 正在强劲增长 他说通过减少税负和减少监管规定 美国解脱了公司和员工的束缚 让他们发挥活力 创造了有利于工商界的环境 一些分析人士说 聚集达沃斯峰会的一些全球主义者 仍然担心川普的美国优先议程 但是川普试图让与会领袖们放心 他说他的政策实际上对大家有利 作为美国总统 我将永远置美国于优先地位 就像其他国家领导人 应当把他们的国家置于优先地位一样 但是美国优先并不意味着美国独行 当美国增长的时候 全世界也会增长 川普总统说 我在这里传递一个简单的信息 那就是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的时机 来美国雇人建设 投资和发展 美国将不再对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熟视无睹 这些行为包括大规模的知识产权盗窃 产业补歇和无所不在的国家主导的经济规划 这些以及其他掠夺性的行为扭曲着全球市场 不仅在美国 而且在全球各地伤害着公司和员工 在演说之前 川普试图修复与卢旺达总统卡加梅的关系 之前媒体报道说 他在白宫开会驳回两党移民法案时 曾用脏字形容非洲国家 川普否认说了那个脏字 他在论坛间歇会晤卡加梅 赞扬了美国与卢旺达的合作伙伴关系 川普星期五还在论坛间歇会晤了瑞士总统贝尔赛 并对他说 美国减税和放松监管的努力将给瑞士带来好处 川普演说之后离开峰会 乘直升飞机抵达机场返回华盛顿 是的 那么川普总统呢 他在星期五的晚上预计七点钟会返回到白宫 不过呢 第一夫人美纳尼亚现在还在佛里达州的海湖庄园度假 那么川普总统回来之后 将会面对下星期有几个重大的议题 包括星期一 他将要正式来宣布他的完整的移民政策架构 以及星期二 他将在国会当中进行第一次的国庆咨诺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黄王毅 在白宫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